晚上的六點半 接近週末的晚上 我們來吃一頓好的 現在正在汕頭外沙 看到我後面這個招牌 大家就能知道今天晚上吃什麼 冬瓜中火鍋 聽說是這家店的新品 吃冬瓜中火鍋先來看看 冬瓜這個中是怎麼做出來的 你怎麼做到冬瓜? 你怎麼做到冬瓜? 我把冬瓜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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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切好了 確實 是差不多有四斤重 這台是挺成的 切好的冬瓜中 最往 remain 切好的冬瓜中 最好 ma 我以為是鮮羹羹 鮮片 你給我看嗎? 吃完你給我看 你給我看嗎? 你給我看嗎? 268的套餐 蟹柳生蠔 豆干蝦 魚丸 豆腐魚 鴨肉豬肚 肉捲 花甲 五個鮑魚 三個吃完嗎? 剛剛吃完 先喝口它冬瓜中的湯 它這個冬瓜中的火鍋湯裡真的很甜 各種食材都喝在一起所以這個湯 我們剛喝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甜的 整個火鍋最大的亮點是在這裡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鮑魚 它的鮑魚是切片的 這整一疊是總共有五個鮑魚的 我覺得食材如果煮好之後不要沾醬 會比較好吃一點 因為它湯本身很甜 加上食材本身的鮮味 就已經很好吃了 是不用沾醬 來試一下它的鴨肉 它鴨肉是 8到12秒就OK了 它這個鍋是很深的 你看 我們看著這個 是不是竹籤非常的長 整條蝦是放得下去的 我們吃到現在呢 會感覺到它下的那種生根跟生片 帶來的它們那種乾乾的那種感覺 在你的喉嚨的尾部 是有這種回甘 就是回甘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這樣吃起來 想不到我們今天這樣都快清寒了 我們胃口還是挺大的 希望這樣都可以 因為一整碗煮下來 這個冬瓜肉已經煮得非常轉綿了 吃到最後就開始吃冬瓜 哇 這個吃到我們就 後來有記輸到這個鍋 這個鍋 這個鍋的鍋子可以立刻 我是在 甘狗而已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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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兄弟 我沒有做這些 這些冬瓜這種呢 吸收了湯的那種 就是鮮濃 就是你一咬進去 就感受到湯的那種 鮮甜加上冬瓜的 這種肉 軟軟的 吃得好飽 我沒想到三個人 居然把這整個套餐全部清盤了 我觀察了店裡面 其他顧客點的套餐其實不一樣 除了我們剛剛吃那種 風瓜鴨 還有石鍋魚 以及蓮藕鴨 這個套餐呢 我感覺在豬三角會比較多的 汕頭 這邊是第一家 大家如果感興趣 自己可以過來這邊品嘗一下 這邊是汕頭的外餐